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玉学堂 今天开始我们要讲新的一篇叫索记 那啥是索记呢 不就是索碎的记忆或者说索碎的记录吗 这感觉是挺不重要的一篇文章的 但其实大家不要被这题目给蒙了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鲁迅为什么要离开家乡绍兴 去南京求学 最后又为什么要离开南京远赴东洋 这篇文章其实涉及鲁迅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非常关键 这篇文章写于1926年的10月8号 在前一天他写了另一篇文章是父亲的病 可见这两篇文章应该是有连贯性的 想必鲁迅一定是在思路上非常连贯畅快的情况下 在一气呵成完成了这一篇 那这两篇有什么关系呢 其中有一个成上旗下的人物 就是眼太太 父亲的病以眼太太结束 而索记是以眼太太开始 因此要讲索记 咱们必须先讲眼太太 那眼太太的娘家姓陈 1853年出生 父亲是一个小地主兼小商人 出身不算太长 他在娘家有一小名叫阿凤 但是人们给他起一外号叫阿凤 他17岁出嫁 丈夫是鲁迅的叔祖叫周子传 那眼太太呢 鲁迅应该叫他什么呢 有三种叫法 第一 因为周子传是家中的二子 所以啊鲁迅可以叫他二太太 第二 周子传在周家大祖中排行第25 所以鲁迅也可以叫他念武太太 第三呢 鲁迅还可以叫他子传奶奶或者叔祖母 但鲁迅呢什么都不叫 就叫他眼太太 为啥呢 这个故事说起来还特别狗血 周子传啊生性瘦弱多病 而且啊还喜欢抽鸦片 身体啊更差了 鲁迅的祖父啊 因为科长案就被关入大狱了 这周子传啊就到衙门疏通关系 希望保住这周福清一条命 有一次啊 周子传带了500辆银子去疏通关系 晚上走夜路 突然觉得后背发凉 好像背后啊有声音 似乎有个人追他 加上他觉得啊 500辆银子在身上啊 有点害怕 就一路狂奔 后来才发现 后边追的是一只狗 但是啊 他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 就这么一个是身体基本垮了的周子传 居然是一病不起 然后就一命呜呼了 那这周子传死后不久呢 族中有一个人叫周衍生的 他呢刚刚死了老婆 现在衍太太一个呢是寡妇 那这周衍生呢是个官夫 而且俩人啊都有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抽鸦片 于是啊不知怎么的 俩人就走到一起了 那这周衍生呢就干脆搬过来 和这衍太太算是同居了 这个问题在于 这周衍生啊是鲁迅的父辈 而衍太太呢是鲁迅的祖父辈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是乱伦啊 那衍太太有了一个儿子叫凤琪 比鲁迅呢大三岁 他得知母亲有乱伦行为之后 是以死相逼曾经自杀过的 最后被美国的医生所救 但这个衍太太啊特别有个性 按理说这儿子都自杀了 该消停一点 结果他想了既然丑事已经传开 那么就索性公开算了 于是这两个人啊 是唐儿皇之光明正大的住在一起 以夫妻相称了 那鲁迅为什么要叫他衍太太呢 其实还有极大的讽刺 说明啊他和周衍生有乱伦关系 好了 这就是衍太太这个名字的基本情况 那了解了这一点 咱们可以正式的阅读索记这篇文章了 索记中啊 衍太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人 非常的得小孩子的心呢 原文说了 他对自己的儿子啊 虽然很 对别家的孩子却很好 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 也绝不去告诉个人的父母 哎呀你听一听啊 言语律己 对自己的孩子严加看管 但是宽以待人 君子之风啊 那怎么个言语律己 宽以待人呢 哎鲁迅讲一故事 说这冬天啊 绍兴病笨朗 往往在水缸里啊 会结一层薄冰 这孩子们呀 看这冰比较新鲜 就捞着吃啊 这沈思太太看到了 马上就严厉制止 说你们吃多了 肚子疼呆 不能吃 而且啊 一定要把这事 给母亲啊 打个小报告 这些母亲就把鲁迅 他们一顿胖揍 所以鲁迅啊 特别讨厌这沈思太太 多管闲事 于是啊 给他起一绰号 叫肚子疼 那这眼太太 和沈思太太 决然不同 他绝对不会劝阻的 因为他宽以待人嘛 他一定和蔼的笑着说 好啊 再吃一块 我记着 看谁吃的多 啊 你看啊 眼太太多好啊 非常鼓励孩子们 天真的行为 后面的故事呢 是更懂 说这眼太太和他的男人 也就是周燕胜啊 俩人在看书 这时候呢 鲁迅就走过去 眼太太立即把书 塞到鲁迅怀里 然后对鲁迅亲切的说 你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鲁迅一看 上面是一些画 画着呢 一些房屋 屋子里呢 有两个光着身子的 仿佛在打架 但又不是很像的 这么一些情景 读到这一段啊 真的非常搞笑啊 到喷饭的程度了 两个人在屋里 光着身子 在打架 又不像打架 你说这是什么土啊 肯定是春宫土 黄色图片吗 你说这眼太太啊 真乃奇葩也 自己看春宫土啊 也就罢了 你还和自己乱伦的周燕胜 一起看 两个人看了 我也忍了 小孩子过来 你赶紧收起来 不收起来 还给鲁迅看 不仅给他看 还说 你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当时的鲁迅呢 估计还小 还看不懂这种艺术的妙处啊 就非常疑惑 正在这疑惑之间 眼太太啊 大声笑起来 觉得这事很搞笑 这是第二件事 还有第三件事啊 鲁迅十多岁了 和周连员 阿翔这仨人啊 在比赛打悬子 就是说 赚圈 那么这眼太太呢 从不置之 而是鼓励他们 看谁赚的快 看谁赚的多 然后啊 他还帮着数数 说了 好好好 82个了 再悬一个 83 好好好 84 一只数 没一会儿 这阿翔啊 就晕了 然后就摔倒了 就在这小孩子 摔倒的一瞬间 他的神母啊 正好走进来 这眼太太啊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他赶紧说了 你看你看 不是跌倒了吗 不听我的话 我叫你不要悬 不要悬 你们非要悬 这三件事啊 鲁迅写的极为搞笑 显得这眼太太啊 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你也读出来了 这是反话 鲁迅的唐叔啊 叫周冠武 他是这么评价 眼太太的 说 善狐媚 功挑拨 手法两面 殷勤一弄 和他交接 无不被其迷惑 但是说的特别奇怪啊 你被他迷惑了 后来发现了 不管你多生气 多么在心里发誓 我再也不去眼太太家里了 过不了十几天 你准得去 就是这么奇怪 眼太太 有天生吸引小孩子的一种魅力啊 周作人在汁堂回忆录里啊 也表达过自己的那种不疾和困惑 他说 我明明知道眼太太和周眼神啊 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完全不可相信 但是最奇怪的是 他们说的什么话 我似乎都信 你说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还不可理解了吧 哎 这就是眼太太 一个神人 一个奇人 一朵奇葩呀 有人说鲁迅的文风啊 是毒气 就是这个嘴巴特别毒 还真是这样啊 把这个眼太太的形象 通过端端的文字 写的非常形象 最后啊 鲁迅还用凡语 写了一段眼太太的所谓的欢以待人的好 原文呢 大体是这么说的 如果孩子们贪玩 把脑袋给磕了 头肿起来了 那么如果这些小孩子这么去找自己的妈妈呢 妈妈肯定是一顿臭骂 甚至一顿暴打 然后再给你擦腰 那如果这小孩子伤得不轻呢 那腰也不擦 光剩一顿打了 那为啥这个妈妈要打孩子呢 肯定是希望孩子不要顽皮 不要把脑袋磕了 但是眼太太是恰好相反的 你现在脑袋不是磕了 不是受伤了吗 立即给你烧酒调水粉 然后呢 擦在这个疙瘩上 还说 这个东西啊 不但只疼 而且以后啊 不会留疤 什么意思呢 你随便玩 把脑袋磕了 没事 我会给你擦药的 总之啊 他就是这样所谓的欢以待人 那啥是言语率几呢 那就是我自己的孩子 那必须靠谱 那不能吃病 不能打旋 不能看春宫图 别人的孩子呢 都可以 我鼓励你们去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眼太太 那在眼太太所有的行为中 最让鲁迅憎恨的呢 是眼太太 还是一个流眼家 有一次啊 鲁迅和眼太太闲谈 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闲谈 然后呢 鲁迅说了 哎呀 我想买书 但是没有钱 怎么办呀 很有烦恼 眼太太就说了 其实你可以偷一点你妈的钱 你妈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拿你妈妈的钱去花 这不叫偷 没事的 鲁迅说 我妈好像没有什么钱呢 他说 你随便去找各种抽屉里 总有什么珠子啊 首饰 这肯定有 你把它拿来 然后把它当掉 这不有钱了吗 没事 鲁迅一听 这感觉好像是蒙我呢 语言怪怪的 也没去偷 也觉得这眼太太很可恨 就好多天啊 就没去眼太太那里了 但之后不久啊 这个家族中就传出了一种流言 说啊 有个小孩子 就是鲁迅 专投他妈妈的钱 那你说 这件事是谁泄露出去 或者说是谁编的呢 肯定是眼太太呀 这件事让少年的鲁迅 受到很大的伤害 二十年之后啊 鲁迅对这个事 依然是耿耿于怀 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 流言的来源 我是明白的 他说是现在 要是有地方发表 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 但那时啊 太年轻 一遇流言 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 真是犯了罪 怕遇见人们的眼睛 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鲁迅在华盖集中也写过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 并非疏骨 并非兵匪 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 乃是所谓的流言 在南枪北调集中 他又说了 我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那就是造谣言 这些激烈的言辞 足以见到鲁迅 对那种传播谣言的那种憎恶 刚才我们讲了 索记不简单 是嫌鲁迅离开绍兴 继而又离开南京 远赴日本的重大人生选择 都在索记这篇文章之中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鲁迅的一系列的选择的开始 居然是因为眼太太这么一个奇葩的人物 就这么一个像村妇一样的人 足以让鲁迅离开自己深爱的家乡吗 因为一个挑拨离间的女人 从而走上鲁迅的那种道路 这个也太奇怪了 总觉得这个理由啊 有点不充分 那唯一的解释是啥呢 是眼太太这个人 不仅仅是眼太太 他更是一个代表 是鲁迅在众多人中选出的一个典型 鲁迅的家族呢 早已衰败了 到处都是乱伦 鸦片 疯癫流言 是混乱不堪 一塌糊涂 但是这些人呢 往往是鲁迅的 叔叔伯伯 大姑大姨 顾及到整个家族的名 鲁迅呢 很难直说 那怎么办呢 只能拿着眼太太出来 扛一扛 所以眼太太仅仅是整个家族的一个象征 一个典型啊 还有一点啊 眼太太是当时封建落后的绍兴 乃至整个旧社会里普通民众的代表 他身上的虚伪不善 挑拨利剑 是鲁迅诟病的所谓的国民劣根性的典型 我们会了解到鲁迅揪出眼太太 不仅是在批判他 更是要说明 以眼太太为代表的这一类人 是促使鲁迅离开家乡的重要原因啊 鲁迅说 好 那么走吧 S城的人的脸早已看书 如此而已 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 总得学别一类人们去 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 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在鲁迅看来啊 绍兴成的人的脸啊 早已看书 甚至看腻了 甚至他们的心肝 我都看透了 这就是一些堕落的 无知的麻木的人 他们的结局 鲁迅不愿意知道 也不想看到 因为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堕落和死亡啊 话说1902年 眼太太50岁了 周衍生呢 在11月18日病逝了 因为他长期稀释鸦片 所以人啊 瘦得皮包骨头 到什么程度呢 一到夏天 他吃着胳膊 这肋骨啊 一根根都露在外面 数得特别清楚 那么周作人听到 这周衍生死了 当时的日记里 是这么写的 闻之雀跃 喜而不昧 从此无家 渴望安静 是周世之大幸也 你说 人死伟大吧 哪有在人死的那一天 在日记里写说 闻之雀跃 喜而不昧的 这侧面也写出 这周衍生和眼太太 实在不怎么靠谱 现在周衍生是死了 那么鲁迅好骂人的祖父啊 非常奇怪 从此不骂人了 然后鲁迅的祖母呢 一个信奉佛教 心地善良的老太太 听到她的死讯 情不自禁的念了一句话 阿弥陀佛 周衍生死后 眼太太呢 就走投无路了 只好变卖新台门的房产 不久啊 因为眼太太拒绝帮助 她的侄子凤童啊 严门乞讨 倒在绍兴塔子桥下的雪地里 就这么死了 眼太太儿子凤琪呢 原来在江南水师学堂 结果啊 因为校方对周庆帆不满 就牵连开除了这凤琪 凤琪回来之后啊 母子啊 关系特别的差 老婆呢 被婆婆折磨的劳累之死啊 那凤琪自己呢 也自杀过两次 后来凤琪好不容易到乡下去教小学 因为和寡妇脆骨恋爱 又因为有伤风化 被这小学啊给开除了 从此凤琪自己呢 也开始赌博 堕落了 后来凤琪就不明不白的 就这么死了 凤琪呢 留了两个孩子 这是眼太太的两个孙子嘛 长孙叫阿维 因为小孩子的时候啊 摔了一脚 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只有一只脚可以踏在地上 另一只脚呢 膝盖肥大 但是小腿特别细 只有大脚趾啊 可以着地 走路的时候呢 就靠一只脚单腿跳跃 有点像单腿站立的仙鹤 所以叫鹤西风 这是一种病了 后来长孙阿维也偷警死了 1921年 眼太太和他的儿媳妇 翠姑奶奶啊 也相继去世 葬于绍兴周家的祖坟之中 这个故事呢 也有了最终的结局 但是我想这一点 鲁迅完全不会写 因为啊 他不会关心他 那么眼太太的家族的终结 你想一想 也是鲁迅家族的一个结局 这样的一个家族 这样的一个绍兴 鲁迅 如何能不离开呢 你疯独什么 stops 那不会看吧 那不会看他 我只要你 你疯独了 我只要你 那么一回事 还没这个 你疯独就没得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